前几日张兰突然在直播间爆料 称自己和儿子早已断了联系 两人各个社交账号都互相取关了 在张兰口中母子俩变成这样 都是因为汪小飞讨厌妈宝男这个称呼 不过不少网友都觉得汪小飞和妈妈断绝来往 是因为张隐移 12月17日有媒体曝光出了一段张兰今日直播的视频 画面中张兰隔空向儿子汪小飞示好求和 在直播间大谈婆媳相处之道 话里话外都有着要接受张颖颖的意思 画面中张兰直言作为婆婆要少干涉年轻人 孩子18岁之后就已经独立了 作为长辈只要管好自己就够了 不管是带孙子还是要做饭都取决于自己 不应该经常抱怨这些事情 婆婆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婆婆 对 少干涉年轻人 张兰的这番话似乎也代表着 她对婆媳相处方式有了改观 一直以来汪小飞都被潮视妈宝男 张兰几乎干涉了她的所有决定 特别是在汪小飞和张颖颖在一起后 张兰对儿子的生活插手更多 在看到有关汪小飞和张颖颖的相关报道后 张兰曾多次在直播间大发雷霆 对待张颖颖经常口出恶言 直指其不劳而获像个寄生虫 除此之外张兰还透露当初两人在山上的合照 也是张颖颖颖靠算计来的 就是为了汉汪小飞传出绯闻 你利用我啊 你把我这个骗到这个什么山上去 来了十几个粉丝接着我啊 我根本不认识你 粉丝群里的其中之一给我骗到山上去 让司机小琴用他的手机给我拍的照 而且呢我很少跟儿子合照 又有心机的给我拍的照 两张照片放一块 而在汪小飞和张颖颖官宣后 张兰同样在直播间对张颖颖开炮 直指那张照片是两人以前的合影 并不是真的官宣了 张兰说这番话时情绪十分激动 似乎非常生气 不过评论区的网友们 依旧在讨论着这一话题 张兰直接气到报警 直指张颖颖就是在背后害汪小飞的人 虽然张兰极力否认 但张颖颖和汪小飞的互动骗不了人 两人的确是正式官宣了 只是张兰不愿意承认 她依旧坚持 张颖颖颖想进自家门是不可能的 紧接着 汪小飞立马带着张颖颖 去参观了自家工厂 两人官宣后的发展速度极快 画面中张颖颖颖还对着镜头开心招手 女主人姿态十足 而在汪小飞确诊新冠后 她还透露出张颖颖 全程都在身边照顾自己 可见两人的感情十分稳定 汪小飞多次发文都格外袒护张颖颖 相反 她在提到张兰时 却显得十分不耐烦 多次怒对网友 我为什么要听她的 这是我的家事 颇有些要跟张兰 划清界限的意味 想来 如果张兰再不接受张颖颖 汪小飞真的会和她彻底断绝关系 不知道三人在同框 又会是一副怎样的画面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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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